大家好 我是藍漿水族的阿全 我們今天來到了中壢 那我們客戶的魚缸他是從 45公分然後變成我們60公分的魚缸 那客戶他之前因為一些飼養的觀念 可能比較不足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一些 硬體設備的不足 那有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幫他 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 好 那這是我們客戶原本的魚缸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珊瑚的部分 就是現在就剩下一些比較我們好養的珊瑚 有我們的賣穗阿 幫他轉紅彈包 那他的小丑魚 那他會關起來的原因是因為他 這隻會一直霸凌別人 所以他就被關起來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是 這孤老師 這隻客戶他自己黏的 其實我覺得他黏的還算不錯喔 然後蠻有層次感 加上有些洞穴阿 很像魚汁穿梭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45公分的魚缸 我們要先把他的水先抽掉 把他的位置先讓出來 那讓我們的60公分的魚缸 才可以進到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開始作業 這個冷水機超級老舊 對啊 超太老舊了 哈哈哈 他有感應線喔 哈哈哈 你懂嗎 有感應線的這種是很老舊的嗎 超級的 我來南鄉做 我還沒... 可以做這個 好 我們現在就是把我們紅海的兩尺 做定位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一下 要檢查一下我們魚缸有沒有什麼狀況 有沒有什麼 瑕疵的地方 好 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 又是Dyson 我們只要做魚缸啊 我們就會用到Dyson的機繩器 因為真的太好用了 Dyson 趕快找我們業配了 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兩水瓶的目的啊 就是要讓我們的四隻腳 他的受力都是平均的 這樣才不會造成所有魚缸 可能都吃在某一角的重心 導致說 長期下來他這邊吃力比較重 有機會 垮下來這樣子 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泡泡啊 你看 他是就偏左邊一點點 我們就把他校正到右邊 那我們可以看看雞翰的角落 像這樣子 偏左邊一點點 所以以他這邊的 地理環境來看的話 就是他的這兩隻腳 可能他高低比較不平均 然後這邊就是 理論上他會是正的 因為他會跟那邊是對稱的 所以這邊就比較正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隻腳 把它多調整一下 讓他整個面都是一樣的 水平受力 好經過我們的一般努力 我們的水平校正 終於把它調整好了 那現在魚缸就定位 我們再來就要把我們的設備 開始一一的把它放到我們的魚缸裡面 那我們當初也跟我們的客人他們聊了很久 我們推薦了他一些我們覺得不錯的設備 那客戶他也非常的信任我們 所以他覺得我們推薦的設備 是堪用的是好用的 然後是CP值不錯的 像他的話就選我們的紅海的蛋白 紅海的馬達 那他的好處是 他可以用 一個共同的控制器 來控制我們兩個設備 等於說我們就可以找一個控制器 那他就會把它整合在一起 這個是我覺得紅海 他做得不錯的地方 好那我們再來就是要把我們的紅海的馬達 把它安裝上去 那我們就是要裁卸一下我們這管子的窗戶 然後再放他回調 好那我們現在要準備開始安裝我們的冷水機 那冷水機啊 像我們客戶他選了這台 叫做阿提卡的冷水機 那阿提卡的好處就是 他是最安靜的 大家公認覺得他是最安靜的 那客戶他原本選的冷水機 超級吵 然後又很老舊 導致說他 對於換冷水機 他就是堅持說他想要用到 大家覺得是最安靜的冷水機 那我們大家就來安裝 那他另外一管就是接 喝水機另外一管是接 馬達 對 可是你 那現在這一管是接的 一邊是進水邊出水啊 還有一個進一個出啊 好那我們再來就是把我們的紅海蛋白 把它放到我們的魚缸裡面 好那再來是我們安裝的照浪機 這個照浪機是我們ZOOS的產品 它的好處是它的段數是可以調整的 那你也可以調整它的一些潮汐模式 還有像是直吹 漸強漸弱 跟水機模式 就會讓你的魚缸 就像這樣一個旁邊的感覺 它的浪是很多元的這樣 那這是我們照浪的部分 好我們先再來今天把我們的 靈靈機 照浪機的面板 還有我們蛋白機 跟我們的補水器的 一些面板 都把它裝設完成了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好不容易把我們所有的 線啊 控制器都把它整理完成 那我們花比較多時間的 原因是在於說我們的 紅海蛋白機啊 跟我們的馬達 雖然說它的互聯性是很高的 但是也是因為它的互聯性很高 所以它有個小缺點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線 它會很多這個轉機頭線會很多 然後它的線又很粗 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的線槽啊 然後來把我們這些線 盡量的都把它藏起來 讓它美觀一點點 好這邊 就是我們的 四頭的司馬來滴定 那它就是會依序有這樣子 那我們會用不同的顏色 來區分每一個 滴定的容易的 不同 那它的好處是 因為它可以滴四個 所以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滴 KH 蓋 美 那最後一個 如果說你的魚缸是比較乾淨的 你可以加餵食 如果說你的魚缸是比較髒的 你可以加探源 來減低我們魚缸的污染源 所以它有四個頭 分別去滴定 那再來是我們的 GX的灶浪 那GX的灶浪它有四種不同的模式 有這幾個 直吹啊 有隨機的 有 漸強漸弱的 那你可以根據你魚缸的狀態 去選擇你喜歡的模式 跟我們的強弱 都可以調整 所以不會因為說你太強啊 沒辦法 調弱的 困擾出現 那再來 過來是我們左邊的 這個是我們的自動的補水器 這隻鴻海它現在比較新的產品 就是我們魚缸 它都會附贈一個我們自動補水器 那它都是可以用手機連線的 所以像我們有鴻海的 補水器 然後再來是我們鴻海的蛋白馬達 都是可以用手機連線的 那這邊就是我們蛋白機的 感測器 就是如果說它今天你暴衝了 或者是你的污染源很多 它就會感測說 那它就知道說它要先停止 避免說我們的髒污又暴衝 跑到魚缸裡面 我放的這個 位置的目的性呢 就是因為像我們的 蛋白機跟馬達 是最長按的 所以我們需要放在最外面 再來就是我們的補水器 然後我們有照亮器 那像照亮器 基本上我們 調整好之後也不會去動到它 DV機是我們手機連線的 所以我們把比較不會用到它的 放後面 比較有可能會用到的 長按的 有面板的 這種可以按鈕的 我們就放在前面 再來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魚缸 開始灌水 然後把我們的造景 因為我們的造景是要沿用的 所以我們就會把造景一起放進來 那我們要先調整好我們的底重 圈好之後 我們才可以把造景放進來 跟我們的濾彈 然後進到魚缸裡面 那我們就開始灌水囉 就是先品感覺加多少 欸對我的習慣是會先品感覺加 然後 我可能我會加的比較保守啦 然後呢 水進去之後 我才會開始做到我們的底重 比較不會浪費太多的海益 你就可以比較精準的知道 我的底重現在是多少 好那再來就是要把我們客人 原本魚缸的火石 那因為它的魚缸原本只有45公分啦 所以放進去我猜 應該會很想做 好那再來就是要放入我們的火石 因為火石它的好處就是 帶了比較多不同的細菌 然後會讓我們鋼子的細菌多元化 所以還是會建議大家放一點火石 好客戶那時候說它們的這個造景 好像隔多小時是不是 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造景有個好處是 因為你是自己創造的 所以 我覺得會看的比較久一點 會比較有趣一點點 如果再自己做的話 152M 好那我們最後就是要來把我們的AI64 我們的燈具 主燈裝上去 那裝上去的時候我們就是要先 製成一下我們 這個燈具 或者像我現在這樣子 就是會照太高 所以我就要下修一點點 然後我也稍微量一下 幫你扶啊 好 我幫你扶而已 好 好 好 那我們的魚缸啊 終於完成了 我們花了好多時間 在我們的整線 然後我們會加了一些我們火石 然後我們一起加入我們的消化菌 加入進去之後 我們今天就是結束了 那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最棒蛋白的基金磨合 然後他家泡泡其實就對的還不錯了 你看 欸才開 30到1小時之間而已 然後我們就讓他去螺合 包括我們的 主馬達 然後我們設備都做定位 下次我們會幫他帶 小貼子 貼在上面 讓他知道說 欸他一開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那他日後如果要維護整理 他只需要看錯了他 那你這樣 就可以了 就不用說我還要找電線在哪裡 很複雜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下一個月後見囉 掰掰 這一個月的養水期間 基本上就是加入消化菌 還有少量的碳源 讓藻類之身 消耗魚缸的污染源 進而達到乾淨的水質 污完沙子後 水會霧霧的 來看看客戶選了什麼沙壺 像車徐被 多攝刺腦草皮 不放在沙子上面 魚汁的部分 有超迷你的紫道釣 人氣王小多利 一路剛就開始吃石頭上的藻類 中上層以金狼頭 日本八爪 硬谷有 鳥巢 子弟居 是屬於比較好養的入門SPS 米粉因為處需比較長 所以我擺在一起 看看最右邊 小微魚缸的金米粉 區是不是超長超飄逸的啊 然後這邊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鴻凱的蛋白肌啊 它今天爆充的話 像我現在調很高 那它這裡會有它的碳針 有一長一短 那長的是裡面的 短的是外面的 那它要兩根 同時要碰到我們的水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停機 那如果說你今天人不在家裡啊 它就會有這個好處 它會幫你自動關掉 那它現在它碰到水的時候 它會先幫你把我們 總馬力先幫你調低 所以你看我們客戶這邊 它的馬力這邊已經變成黏了 所以你看 它並沒有持續的上升 但是如果說 蛋白肌一直感受到 它還是繼續的有水 它就會自己關掉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經自動關掉了 那基本上紅樺蛋白肌 它就是先幫你 偵測 你先滿水 它就先幫你把馬力先調弱 看能不能解決你 爆風的問題 如果做還是解決不了 它就會消失現在 自動停機 那像我們的App這邊 它就跟你說 我們的爆充調平 你的 蛋白肌已經爆充了 那你回來就可以知道說 你的蛋白肌有問題 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設計 也算蠻懶人的 那現在我們生物都進去了 那再來就是會跟客人說 有沒有調整我們的 巨樣元素 我們的Cash幹美要怎麼去滴病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NP要控制在哪邊 像我們客人它是 目前是軟珊瑚 那有配合一點點 入門的硬骨 所以我們就是我們的NP 還是不能夠太高 那我們在後續啊 都還是會繼續 去看一下客人它癢的狀況 然後去看一下說 我們可以給它怎麼樣的協助 讓它的癢更好這樣子 OK那以上就是我們 在桃園的攝鋼 鴻海良池的攝鋼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加分享 掰掰